有很多不同的報紙 寫A疫苗、B疫苗 肯定是說誰打完疫苗死了 但我不知道那個人是真的打完疫苗死了 還是他本身已經死了 問題是我怕不怕? 我當然怕 大家好,我是鍾薇新 今集送大家錢一下 我有沒有打疫苗 我都覺得我應該不會講這麼敏的話題 我一直都是什麼都說 為什麼會講這個話題? 近日見到一個Kong Yu教授 Youtube is ashamed of yourself 如果你不去打疫苗 鄭忠基剛搞完演唱會 就立刻BAN他 You are a piece of shit 每次見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腦 full of shit 我經常見到別人說 You are a piece of shit You are full of shit 然後我就會哭哭的 其實我都說了很多年這些 我們都說說怎麼看 這條片我想說 我家裡身邊的醫生會怎樣看 我身邊的醫生有沒有打 我爸爸媽媽有沒有打疫苗 和他們為什麼會打疫苗 我自己有沒有打疫苗 和為什麼我會打或者不打 還有一點個人的看法 對這件事 其實整件事是完全沒有科學根據 沒有醫學根據 純粹是跟一個普通的港豬 沒有分別的 如果你純粹在這裡 是想找很多的knowledge 我可以在這裡做這麼靠叉 因為我其實對這件事是什麼都不懂的 那先說回來 其實近日都看到很多新聞報紙 是說關於這件疫苗 就是不同的疫苗 不要說特別是哪一個牌子的疫苗 鄰近的地方都說疫苗很厲害 但是為了不用中國的疫苗 不斷犯人就用local疫苗 我心裡有很多地方出疫苗嗎 那些人的自信是不知道怎樣來的 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疫苗也好 其實不是說我懂不懂怎樣用 是媒體的記者自己都不懂 因為很多在講醫學根據的話題 就是我今天講我的眼睛發炎 我看了太多不應該看的東西 就是眼睛發炎 我根本找一個腸胃科醫生 他都跟我說了滴蝦 眼藥水而已 他都不懂得醫我的眼睛 不是專科 那今天呢 是非常多的醫生 雖然醫生的醫護人員 醫護人員都比任何一個 我在看我的影片 除非你自己的醫護人員 的醫學知識 是會高我們幾十倍的 那也有很多醫生是不打的 甚至你說在台灣 現在是逼醫生去打疫苗 有很多的醫生和醫護人員 是正常說要辭職 那我又不讓他辭職 還是不知道怎樣 目的就是那些醫護人員 不肯打這個疫苗 而他們的知識 是比我們更多 那我現在不是叫大家不要打疫苗 我就說我不知道這件事 那也有很多不同的報紙 是在寫A疫苗好 B疫苗好 那一定是說哪個打完疫苗死了 但我又不知道那個人 是真的打完疫苗死了 一定是否他本身都已經死了 那也都是 你知道不同立場的報紙 有一些一定是要反疫苗的 那些 就是怎樣都可以寫 就說 什麼都賴到疫苗 要反政府 一些支持政府 就怎樣都說疫苗是好 還有記者 在無論醫學上 應該都是不認識的 甚至有很多醫生 對COVID都不認識 否則都會搞到現在 我還在香港 和你們玩YouTube 我現在不在日本 對不對 那我是很開心的 和大家拍片 而說回大家都不認識的情況下 連醫生都不認識的情況下 每個人都說 支持這隻 支持我那隻 那我靠很多信息 我是自己都害怕的 我再說 我爸爸媽媽有沒有打 和我自己有沒有打 剛剛就是 我自己怎樣看 那些人對這件事是認知的事 加上你叫我去看 有關的新聞 中梅生 你有讀書 你有社會責任 你應該看完不同的文章 那我真的不懂得看 說真的 我看完英文 那些 又有很多 什麼唇 什麼貼 什麼Oxide 什麼Q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那你叫中文 那些什麼酸 什麼液 什麼什麼鞋 我都不懂得讀 所以我看不明白 我真的沒有這個能力 希望在留言裡 那麼多的高手 都可以教我 我都想在留言裡學到 對這個疫苗的影響是怎樣 那我身邊有很多的名醫 就是名醫 甚至是潔青的名醫 真是他們救很多人 是專科的名醫 無論是看眼科 看皮膚科 耳鼻喉等等 那些醫生都走去打疫苗 那我醫生是打了科興 打完之後 他就去了Test 就是說 抗體原來是高於疫苗 Promise 了的抗體 OK 那這是醫生說的一件事 那我回答 我爸爸媽媽有沒有打疫苗 我爸爸媽媽是有打疫苗的 那我媽媽就很簡單 我媽媽就為打疫苗 因為她想快點去旅行 就是普通的香港人 那我爸爸 就是說打疫苗 那你打哪一種疫苗 我爸爸真是一個很好的 老爸很疼家人 他真的去了黃大仙廟 我乾爹是黃大仙廟 我小時候出生的腳是這樣的 我媽媽看了很多醫生 都醫不回我的腳 所以我手腳不協調 所以我打拳也很差 我媽媽真的跟黃大仙去求籤 就說如果我的腳可以治好 可以直 那我就是契給黃大仙做契仔 那我爸爸真是很虔誠去看黃大仙 那契爺就說 我們吻殺所有疫苗 我們全家都應該打科興 那我爸爸真是很信契爺 就去打科興 而我媽媽又去打科興 早幾天打了 我婆婆也去打科興 我媽媽應該是未打的 但身邊的醫生 都各個有不同的評論 你知道 各個都說 這隻疫苗好 這隻疫苗 同一隻疫苗又好又不好又死人 那對我的立場 我有沒有打疫苗呢 我其實也是看了什麼什麼條法 千不過什麼陰謀論 打了疫苗之後 又被人控制了 那些星斗市民被你捉到有什麼所謂 你天天裝不入電視窗旁 除了我去洗手間 其實我也沒所謂 我都不介意給大家看我的身體 都被人投訴那些黏默 所以我真的沒所謂 所以其實我真的不在意被追蹤 有鏡頭 有鏡頭 我已經是習慣了 我的透明度是很高的 我真的不害怕被人追蹤 問題就是 你說我怕不怕 我當然怕 有一個條例 就是不知道 用動物去測試 那些動物是否死了 我又不知道動物是否死了 那你又說測試完呢 因為有些報章真的說 那件事是會死的 Touchwood 中COVID是不會死的 而打疫苗是有機會死的 副作用是會比本身的作用大 這方面有人這樣說 那我也沒有過能力去說 我知不知道 那我也要去看不同的報告 那就是第一波 第二波第三波 正常來說有5、6、7、8 90波的數據 那然後呢 無緣無故都沒有第三波 不知我找不到你被荷蟹了又如何 有很多困難 我反映這方面就是害怕的 當然大家都叫我不要亂說話 說一些PR對的事 其實就是我近期會打 9月18日就是一個拳賽 我讀了不同的專家去講 問了不同的醫生 都沒有一個數據說疫苗 會不會影響你去做一個劇烈運動 或者甚至去打拳 所以因此 我就會在打完拳賽之後 再作出一個悉心的 很用心地去思考一個決定 說一些真實的事情 再加上口疾疾的時候 就完全帶出那個點 這個我不是需要PR正確的 就是Fuck you 所以我需要的東西是 我敢不敢打 我真的不敢打 我沒有incentive 但我現在是港豬 如何我才肯打呢 你都知道安心出能 我到現在都不肯加入 我當時被人說過 是不加入又不加入 我每次都寫紙就是一吹 因為我這件事 純粹對安心出能擾民的不滿 但是你說 今天你真的要通關 現在唯一打疫苗的incentive 是可以去抱 抱到兩點鐘 年輕人可能去打疫苗 有些冤婦 玩了那麼多 你還想玩那幫冤婦 也可能會打疫苗 我身邊都認識幾個 整班主婦 天天沒有工作 Friday night想喝酒 沒有工作 打針 去玩到兩點 有些人 我自己 你說給我去飛 我就馬上去打 沒有所謂 會死的 打到去日本 死就死了 我是No Bush Let's Go 我也是港豬 去歐洲 沒有所謂 新加坡去不去 新加坡未必去 上海 不用隔離 我馬上去拍支疫苗 怎麽所謂 你知之疫苗也有人死 知之疫苗也沒有人死 知之疫苗也有人說好 你當然全部都是OK的 不是推出街 各個政府 或者各個醫學權威性的人去說 我就是沒有什麼去想這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說 是不是真的 鍾培生的家人 鍾培生的醫生 又或者是 鍾培生的圈子 或者鍾培生自己 會否打疫苗 其實我爸媽打了 一個是想去旅行 一個是信我乾爹 黃大仙 那些醫生 就是自己都不知道 抗體是怎樣 就自己走去 最後去檢查 那你媒體不用說 記者自己都不認識 記者這麼聰明的話 他自己做了醫生 醫生說完後 他都不認識 醫生 一班權威性的醫學性 跟第二班醫生說一班 醫生聽不明白的時候 記者會明白 還可以用文字 表達給我們星斗士的文字嗎 所以其實都是不知道 那些事情行不行 不是說那些事情不行 那你回到我這裏 我就覺得現在是沒有優勢 就很直接的 因為你給我好處 我就跟你去拍兩針 因為你拿著槍指著我的頭 跟我說鍾培生 你不打的話 你連飯都沒得吃 我開槍拍了你 那我就去打 我最喜歡用暴力解決問題 所以用暴力解決我的話 我也是會屈服的 那我也是 終結了一條片 我不知道打疫苗是否真的 那些事情行不行 都是浪費了十幾分鐘 我還未打疫苗 但我也不排除我會打疫苗 算不算是說那些什麼 左要右擺 但真的不知道 真的有很多uncertainty 鄭忠基都這樣說 不關我的事 回覆鄭忠基 很多人不知道 不是說不打 不是說沒有社會責任 不是害怕 我真的害怕 我還未結婚 我還未生兒子 我還未看著我兒子長大 開Youtube account 按like和subscribe我爸爸的channel 我還未做這些 那我就有很多uncertainty 我也想聽聽大家打疫苗 以及你們的反應是怎樣 我也覺得有社會責任 去給更多真實的人 去講講自己打完疫苗的感覺 我爸爸媽媽就是完全沒事的 打完科興 我爸爸也打完科興 現在完全沒事的 媽媽繼續有少少 平時都是會儲底 可能都是外其他人做得不好 媽媽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媽媽罵我也是我自己廢 所以應該是我的問題 爸爸也是繼續這樣 也打了疫苗 我自己是未打的 我也想聽一下 在留言裡 大家的意見 以及深入歷程 或者打疫情 打疫苗的時候害怕不怕 喜歡看我的出色朋友 要like、share、subscribe我的channel 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很希望未來日子 可以和陪生陪生 一起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也很希望我的影片 可以為大家帶來更多快樂和溫暖 歡迎大家加入 陪生陪生 Derek.love 多謝